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或者信仰的东西 不管是做运河都好 都是做自己 永远都是在跟自己较劲 跟自己拼搏 然后自己更加的进步 王一波这场比赛真的非常的不顺利 骑跑的时候赛车就没有能够把这个正常的启动 从维修区来骑 第一次比赛当时结果是 不太领向的 是什么样的原因和动力让你想参加诸文赛 没有任何动力 就是有比赛就要去参加 不能因为一次的比赛失败而下一次的比赛不参加 更加的调整好自己然后继续参加比赛 用实力告诉他们不是花瓶 这次一波第二次参加比赛而且是一个这么大的赛事 亚洲赛我们车队也是非常注重他的赛车 所以我们给他这个车的改装 包括根据他的专业习惯都做了很好的调试 我参加的是ARC开了一个中国的组别 叫ZNC的一个比赛 然后当时混跑的有很多车手 今天是官方练习跟所有的对手 40桌台车一起在这个赛道上 他已经在他那个组别是最快的 他就想突破四个极限 最后没有几分钟了我也觉得已经没有希望 一直就是进不去这个时间了 大家有戏有戏有戏 后来突然间他做了一圈58 就是P房里面就是一片欢呼 他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 但是在正赛的时候其实他这个性格我们会很担心 他大概会出现一些状况然后会影响成绩 因为大家今天也看到他的车车座已经是全场第二了 除了我们车队的770C宇宗 希望他还是尽力而为能做出一个自己最快的车座 5 4 3 2 1 比赛开始 现在全场领跑的应该还是777号的李宗 然后他的第二位的依然是85号的王一博 然后内线有一辆车是超了过去 这边王一博紧紧的要在47号的身后 在外线 王一博这边在九号的内线 过掉了上到了全场第二位 有机会就要吵你们有为什么 你不能放着机会摆走吧 我这边 47号张瑶在外线 在11号的外线 对于王一博的攻击也是相当的凶狠 外线想去抢一个并牌 然后回到直道上之后 左图越黄 47号的张瑶在吸王一博身后的尾流 这边张瑶跟王一博有一丝的缠斗 王一博在直道上再次的超过了张瑶 然后张瑶应该能够吸到王一博的尾流 好 真好 真好 两个人的现在之间的差距呢是来到了1.8秒 这个差距对于王一博来说是比较的安全的 我跟张瑶一直反复的超车 我就是不想让他被超过 因为我知道我的圈速是比他快的 所以说每当他超我的时候 我都很想每一次找机会去超过他 第一位的777号的李宗取得冠军 在比赛最后几个弯这里 张瑶又咬到了王一博的身后 最后只有两个弯了 13号弯是一个拳流门通过的假弯 14号弯是一个向右手的弯脚 王一博通过14号弯 张瑶跟得非常近 我应该是在最后一弯出来之后 过掉了王一博 因为我比赛经验不足 我一直被后面的车干扰 最后一个完就把我过来 应该要听到事情搞一句吗 对 过两三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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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许是那一小时 3 2 1 走 拜拜 3 2 1 走 我们休息一个小时 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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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什么事情变为工作之后 都会缺少一点点乐趣吧 都会更加的认真 然后可能想的就不是晚了 而不是放松 也会有压力说 我跑慢了怎么办 我一定要跑很快 然后每一次的突破自己 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王一博在赛道的中段是有对张瑶发起攻击 那这边呢是上到直道上 王一博是抽头超越 但是张瑶可以吸到前方王一博的尾流 哎呀这边张瑶出完走大了 这个回来损失会非常大 吸取了第一天的照片 不再因为张瑶然后影响到我的节奏 我们看到这边赛会是给出了 最后一圈的披萨底 那么哈万一达车队 今天又是能够大丰收了 两位车手占据着全场的一二位 我就喜欢玩这摩托车 不玩的话我就想玩好 我不是只是说娱乐 我就是想玩的有一点名度出来 感觉这一段时间的努力 然后这一段时间的准备 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答复 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在赛事场上 我做的都是我自己 没有说我要为了谁做